這個由基隆市體育會規劃的 全國新著名劍走嘉年華活動 天氣非常的晴朗 出發前由貴賓們鳴槍 3 2 1 鳴槍 出發 大家一起從八斗子魚港指銷於是的廣場 跟著山岳委會的頭旗 前往終點朝鯨公園 場面相當的壯觀 我們今天新住民的劍走和中鎮七公主一起合辦 我們八點半以後這邊集合 從九點中這邊出發 然後經過我們的儀會海科館 然後一直走走到長丹裡走 我們自由走到經過平浪橋 到我們的今天的新住民的表演場所 我們今天有非常豐富的紀念 非常好的精美紀念品 LED燈 來參加的我們的季宏 所有的參加組都有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今天有的莫彩品 有將近20次台的腳踏車 還有大大小小的 有在於上板一樣的莫彩品 而出發前還細心安排了開床物跟熱撐的運動 避免傷害 大家都跟著老師指導認真的活絡經過 下 9 下 10 下 好啦 再來接著游下往外 我們剛剛是向上 現在是游下 往外拉開 讓我們的胸口再去做打開的動作 2 下來 來一樣 10個 預備 3 2 1 2 3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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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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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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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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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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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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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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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 6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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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9 9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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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興 我們基隆市新住民的全民建築活動 又再次來到我們 從必殺者到曹晉公園 我本身就住在我們 途中的長潭里漁港 今天隨著大家 從必殺魚港再次來走一趟 我們自己的家鄉 在路上遇到很多在基隆市 各地的朋友來參加這個活動 也給他做一點介紹 像我剛剛介紹一個我中和的朋友 他從海科館的前世今生 介紹到漁村現在的漁獲 聽完之後都很想買一些我們小捲回去 他說船這麼多船剛剛進港 所以這是最新鮮的漁獲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得到健康 也得到大家對基隆的青睞 更愛基隆 更喜歡我們這個地方 那我想除了中間區呢 其實除了有非常多的一個 觀光景點跟資源以外 它的屠布空間其實也非常的舒適 所以藉由我們從八頭子觀光漁市 然後一直到曹晉公園的這一段 大概一公里的一個路程 其實是擁有非常多海景資源的一個場域 所以在這邊如果各位市民平常的傍晚 或者是晚間 如果來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健走 來個健行 其實對於自己的身心健康成長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場域 在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必塞港的遊艇碼頭 也是我們必塞港的 聖先海事直銷中心 從這裡的出發 這裡是我們基隆最好最好的一個觀光的地方 包括我們要去基隆驅登船也是在這個地方 而且我們從這裡經過沿路的海岸公路 可以到經過我們的儀會 而且我們還有我們經過海科館 海科館順便可以裡面參觀 然後去到我們的場館裡 去到最美的我們基隆最棒的 朝鯨公園的草坪上 那我想在平常時候也真的很歡迎大家 除了在辦活動的過程 其實在這一段的這一段的一個路途 還包含了在我們的新作的 在去年新開幕的那個望海巷的一個景觀橋 這都是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海景的一個空間 那希望大家能夠除了在外木山的地方 能夠行走以外 在中山區的這一段路 也充滿了非常多海洋的一個風情 我們基隆尤其在這個疫情時代 對我們的旅館業菜飲業都很差 所以說我們今年的9月3日 全國的建築也要在基隆集辦 一級有將近200台的各縣市的 包括金門、馬祖、澎湖都會來 200台的測試會來這邊 參加基隆的全國建築在基隆 對基隆的旅館業、美食 包括我們的基隆市的特產品 應該都有很大的幫忙 謝謝基隆林市長大力支持活動 也謝謝議會大力的支持我們 讓我們全國建築在基隆越敗越成功 帶來基隆最少2000萬以上的經濟效應 來 這邊在這裡 重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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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建走的活動 可以促進在地多元融合 也達到了宣傳基隆觀光的目的 如果有外地民眾想要體驗這樣的建走路線 目前基隆中正區有非常便捷的基北快捷公車 都可以輕鬆來體驗這個有山有海 適合全家親子遊的一個路線 記者黃日生 紀詠報道